Hello 我是Zender Frederica这款游戏相信在游戏发售前大家都相当的期待 我也不例外 接下来是我的后关新的分享 有兴趣想玩这款游戏的朋友们可以参考看看再入手哦 游戏是采用第三人称45度斜向视角 游戏中可以单捏一只角色或七只角色全链都行 主要的游戏方式是利用角色的攻击与技能 打倒深渊各阶神的怪物 打怪后可以收集素材与武器饰品的餐饮 回到地面上后 可以使用这些素材与餐饮 做出更好的装备 另外可以制作食材来做出料理 在推进深渊时可以选择三个料理 增加角色的buff 在部分的阶层开始处会有个光圈 站上去之后 公主会述说一段关于王国的情节 阶层最底的boss打完后会有个石板 石板的内容会写着国王述说王国的过去 在一周目破关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王国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国王去了哪里 为什么王国会毁灭 因为整个剧情不长 所以很快就能够理解到说 这一段故事的内容到底在讲什么 然后七个主角也都会失去的声音 可以听到七个角色原有的配音对话 破关后的二周目会增加难度 也增加了第六阶层 在第六阶层打最终boss 会拿到你现在用的角色的三转职业 第六阶层过完之后就可以 再继续往下第七阶层跑 目前我不知道他总共阶层会有多少 这部分后面会再玩看看 另外会增加一个hard难度 会从第一阶开始 他的怪物是一样的 不过他的怪物的血会增加很多 另外可以拿到更高阶的武器 装备 魔石 还有他的材料 我首先来说一下他的游戏缺点 首先第一个是他的地图设计 每次的地图虽然说是随机的 但也只是固定形式的随机抽图 后期地图的变化性不大 顶多就是地形上有一些障碍性 然后角色会变得更容易被怪卡住 有时候真的很想骂 干这什么东西 接下来是他的游戏性方面 整体游戏性普普的偏单调 他的流程就是打完一个阶层之后 打怪减薄 然后几个支线任务 再到下一个阶层 回到地面上后就是生产素材食材 然后开发强化装备 做做料理 说着这样子就有点过于单调 浓浓的程度会比较高一点 另外他的六属魔石有一点可惜 虽然有一些敌人会 有一些相克属性 可以造成大量的伤害 但是在特效buff还有增加武器的攻击形态上 如果可以再多加一点东西的话 才会丰富他的游戏性 然后第三点是他的剧本方面 剧情的表现率不佳 每到一个阶层的石板才会 讲述一小段广国的过去故事 而且内容并不多 但打一个阶层起码就要花一个小时以上 说真的大量的时间都是在战斗上 一个RPG地层游戏来说 这个剧情的篇幅有点过短 所以对RPG来说就是一个硬伤 第四点是他的操作性 近战攻击范围太短 密实率过高 远攻的瞄准 有点偏差 只向性很差 这样玩家玩起来爽度有点低 很需要走位 对于新手来说 算是可以练走位的游戏 但对于老手来说 有点过于无聊 而且爽度不太够 但各职业的二阶会 补一下这一点点的操作补顺 而且二阶技能会比较好用一点 但整体而言 对于新手还是不太友善 第五点是他的游戏 其他方面的功能 像是道具排序 还有批次分解 生产材料和制作道具的操作 会比较不便利 生产时间就有点多余了 上面几个缺点算是个人的小小心的 其实我个人对于整体游戏的评价 算是普通 并没有说太差 他本身游戏还是有一些优点 首先是他的生产的表现很专业 一开始公主的配音很放感情 过了一周幕之后 他七个角色原有的配音也蛮有戏的 第二点是他的角色美术设计可爱 毕竟原本就是木产物语跟服务团队制作的 在角色和场景的绘图上本身水準就比较高一点 最后的国王和Frederica的角色设计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第三点是他的翻译说明很精确 这算是一个要中文化的游戏 翻译的基本功 不过还是会有一些游戏 就是他的翻译真的很烂 在这点上我觉得这款游戏的翻译还OK 然后第四点是他的UI的美术设计蛮简洁的 整体的UI操作上 虽然前面说的像是道具排序那些 有一些缺点 但是整体的UI操作上算是蛮简洁的 蛮直觉性的 这点我是觉得还OK 然后是第五点 他的换图的读取时间并不会很长 这一点蛮重要的 因为很多游戏就是他的换图的等待时间过场 会把玩家的那个热情把它交袭 那总结来说的话 我个人的推荐度算是五分 总分十分那推荐五分 普普通通的 如果想要玩那种喜欢龙怪的游戏的话 想打发时间 我觉得这款可以刷刷等级 刷刷装备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但假如说想要玩丰富的剧情的话 这款游戏的打快感会比较不够 而且他的剧情明显就比较短一点 打击感不足 游戏性也不高 从工感会比较重一点 那这是一款小屏的地下层游戏 不难玩但是要有耐心一点 内容比较偏单调 所以我个人在前面有几段影片 会说比较不推就是这样子 那想要杀杀时间的玩家 这一片算是还不错 可以过个瘾一下这样子 我的破关心得分享到这边结束 如果有其他的想法 欢迎各位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是Zender 祝各位游戏愉快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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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